小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瑞卡 又到了我的主謀新時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2月份首出的第二支 龍弦劉備 那這支呢 我在那個時候有看介紹 我本身 沒有很喜歡這支 但是因為要介紹給大家 我還是買回來了 那我就非常不足夠直接開組囉 再補充分一點 ,再補充分一點 ,再補充分一點 龍賢劉備他的原型呢是全武裝狐角獸幫旦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說他這次就是大面積的精神要做塗裝 在上一次呢也有出過劉備 那我就拿上一代的劉備來跟這次的劉備做比較 那這是上一代的劉備 那這次的龍賢劉備呢他在前面的部分呢有多做龍頭 看起來呢很有架勢 那還有呢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他在於天線的地方呢有多做一個主角獸的腳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 而且看起來有點像犀牛腳的感覺 這次的優點呢龍賢劉備在於他的盾牌上面呢做的還蠻細緻的 仔細看非常的細緻 在槍管上面呢在塗上黑色看起來會更好看 缺點的部分呢是他這次為什麼沒有做背包呢 他這次真的又沒有做背包了 他不是全武裝主角獸嗎 為什麼沒有做背包呢 而且他的設定就是有做啊 我覺得還蠻沒有誠意的 另外一個缺點是呢我覺得他這一次我在組裝的時候 我發現到他的腳啊零件還蠻鬆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這種情況 上一代的劉備呢他是以紅色藍色金色白色來做補妝的 所以色彩看起來很鮮豔 視覺效果呢看起來非常的清楚 那這一次的龍賢劉備呢 旺過去就看到大面積的金色 搭配透明的綠色還有白色的部分 看起來視覺效果還蠻模糊的 那我個人覺得呢以這種價位 我覺得沒有到達一定的那種價值在 這次龍賢劉備呢他最大的賣點呢 就是可以將之前所出的六個蜀國武將呢 部分零件拆除下來組裝在龍賢劉備上面 那分別是張飛 趙雲 馬超 王舟 孔明 還有最後一隻是關羽那我之前沒有買關羽 那我就先組裝起來給大家看 裝好囉 那雖然說呢說明書上面說這叫合體 那明明就是把其他人的配件裝在劉備上面 我覺得衝擊量只能說這是劉備的擴充包 但呢真正讓他加分的是呢 孔明的背包裝在劉備上面 還有他的加大的武器 這次所出的升級版的劉備張飛關羽 那我個人蠻期待的最後一隻關羽的 那我一樣會組裝介紹給大家看 最後3月14號白色情人節要到了 那我個人呢有準備一個小小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就是我有多買一隻龍閒劉備 那怎麼樣可以得到這個禮物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點讚這個影片 在下面留言你想要得到艾瑞卡的禮物 我就有機會抽到你唷 今天影片記得要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追蹤我的IG唷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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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